稍微別硬起來 去年12月全台吹起魔獸風 18號這場魔獸雖然在 但正常比賽坐板凳上 讓幾乎全場球迷超失望 全場開始鼓噪起來了 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全場虛聲不斷 就是要看魔獸上場 事後也引發退票潮 雖然援爆很快就有補償方案 但為了避免主打球星 沒上場的消費爭議 行政院也推出罪行規定 針對單次購買的票 規定球團或業者 要在官網公告登錄名單 而再更進一步的廠商球員 則是球團和教練有調度自主權 但如果名單有變動 應該要再通知並說明理由 如果沒有做到 消費者就可以要求退費 對於消費者端有完善保護機制 當然更好 但是為了保護球團 針對黃牛票也有規範 全面保護買賣雙方 若業者沒一規定公告 行政院會先限期改正 再犯就可開罰3到50萬 畢竟球迷為了看明星球員 貴桑桑的票買下去 最後和日期不同 難免失望 三星會感染來自台北 採訪